底下又传出了霸凌事件 就是在新竹有一个少女 残召了七八名其他学校的学生 对她是又打又踹 那么画面当中可以看到 这个少女整个是被打倒在地 一旁竟然还有人拿着手机在拍照 那么我们的记者就实地打电话 到被害少女学校 不过教官却说 这个双方已经和解了 那到底这个加害者 有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呢 这教官竟然说他不知道 如果叫别人来讲 还没回话一旁的霸凌者 就直接用膝盖踹她的头 看着少女被赏巴掌 一旁围观的人还冷嘲热讽 接着穿紫色外套的女生 竟要有人教她怎么打人 便一脚踹往少女身上 我杀我一脚 换我 快点 一个个轮流打 还不肯罢手 最后更把少女过肩摔 几个人开始疯狂为殴 就算长达四分钟的霸凌影片 被人po上网 有网友看不过投诉中天新闻 要大家救救这位可怜的少女 而记者也找到这名少女的部落格 她在3月23号写了一篇名为 这些日子的网制 虽然锁起来显然想诉说些什么 被害学生就读的学校必重就轻 只说双方已经达成和解 被打的女学生不再追究 但是令人吃惊的影片 也足以证明教育部的反霸凌宣导 还只是口号 这一期节目的请问 如台北众号报道